我们在做骨牙段步它不是在check 它也不是在终止我的力量 而骨牙段步我需要的是持续 什么意思 首先大家第一个先从腿把上面 当我们在每一次去收脚的时候 在经过主腿 然后在出脚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要的是干嘛 膝盖的位置 我的膝盖不是在锁 而是随一个什么 放的一个过程 第二个怎么样 3的时候 你是需要找的是让你的前腿去推动 它不是自己在落根 我要找前腿 找到前腿去推动 下面这个时候你的end 你再去收脚 你看我的重心 然后怎么样 3的时候 直接找你的主腿推出去 and 2 and 3 and 4 就我们在每一次怎么样 准备位4-1 跟我一起 然后我们在每一次去产生反身 不要去想你的肩 你去想你的横隔膜 是会怎么样 我们在每一次去形成放重心的手 骨盆和我的身体干嘛 它是在一个往一个相反的方向 这个叫领转 然后下面我们在出脚的时候 et she 把尾子稍微推住点 你看这时候我们的反身是不是就出来了 所以大家不要太多的去把自己的整个肩的力量去用得很多 你就会想怎么样 重心去推动身体 放掉重心 横隔膜和胸肩地盘产生转换 这个时候你的身体是会有反身的 2 and 3 and 4 and 1 1 1 2 2